日本战败后,一个中国小孩被带去日本,成千万富豪,之后回国寻亲。 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是无尽的死亡和伤痛,清华日军给中国带来的是巨大的灾难和耻辱。 在那个艰难的抗战年代,无数贫苦家庭被迫将儿子送到部队。 光俊明在1943年被送到国民党部队时,他才是一个年仅八岁的男孩。 后来光俊明被日军俘虏,被迫成为了日军部队的一员。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中国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但光俊明却没能回到家乡和亲人团聚,他被一个日本军医带到了日本,从此便在日本读书工作。 光俊明很争气,他考入了雄本商科大学,成为了一名高材生,并在日本一家公司坐到了高管的位置。 在日本,光俊明迎娶了一个漂亮的日本姑娘,范子。 光俊明事业有成,婚姻美满,而后还创办了自己的进出口公司,成为了千万富豪。 尽管光俊明的事业十分成功,在日本打下了一片天地,但是他却没有真正的开心过。 因为光俊明时刻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他做梦都想回到祖国寻找失散的亲人。 直到中日邦交正常话之后,光俊明才得以回到中国,回到家乡寻找自己的亲人。 那么光俊明有没有找到自己的亲人呢? 他的一生都经历过什么呢? 本期视频,馆长带大家好好聊聊这个事。 感兴趣的朋友们,不妨点下关注。 这样既方便回顾往期精彩,也不会错过最新内容。 1935年,光俊明出生在山西南部的一个小村子里。 他的家庭十分贫穷,吃顿饱饭是光俊明一家人最大的希望,但同时也是奢望。 光俊明的父亲去参军了,从此一去不回,音讯全无。 这对光俊明本就贫穷的家庭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一个贫苦人家,若没有成年的男性劳动力,根本就没有活路。 而光俊明家中,除了他自己,只剩下他的母亲和一个更年幼的小妹。 他母亲根本养不活三个人,无奈之下,只能先把光俊明的小妹送人了。 最后,又将光俊明送给了正在当地驻军的一个国民党中尉,郭中尉。 天下母亲有几个不爱自己的儿子,可光俊明的母亲没有选择将儿子留在身旁,只能眼睁睁看着他饿死。 1943年的一天,光俊明的母亲找到郭中尉,请求郭中尉收养光俊明,给他一口饱饭吃。 不知是被感动了,还是喜欢这个孩子,郭中尉很痛快地答应收下了光俊明,认他为养子。 光俊明这个名字就是郭中尉起的。 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光、明这两个字充满了最美好的寓意,这种分别是那个动乱年代造成的悲剧,是贫苦的人们为了活下去做出的痛苦而无奈的选择。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光俊明的母亲没有托付错人,郭中尉对光俊明很好, 他所在部队每到一地,郭中尉都会把光俊明送到当地的学校学习。 光俊明很聪明,尽管部队一直在奔波辗转各地,但光俊明还是很快就学会了写字。 他就这样跟着光俊明走上了行军路,成为了部队的一员。 随后到了1943年6月,光俊明所在部队不幸在河南纪元被日军包围, 郭中尉在突围的过程中下落不明,最终光俊明被日军俘虏, 一同被俘虏的还有将近五千个国民党士兵。 丧心病狂,毫无人性的日军本来打算将俘虏全部杀害, 而光俊明却幸运地活了下来。 原因是日军部队有一个叫做高桥的军官, 很喜欢长得虎头虎脑的光俊明, 再加上光俊明长得很像高桥的弟弟, 因此光俊明得以活着留在了日军部队, 被迫成为了日军部队的一员。 之后光俊明跟着日军部队远赴越南作战, 期间一个叫做家地阵龙的日本军医似乎动了侧影之心, 他很照顾光俊明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 光俊明再次成为了俘虏, 只不过这次光俊明的身份是日本战俘。 此时光俊明身在越南西贡, 本来他会被引渡回中国, 但那个叫做家地阵龙的日本军医却很不放心, 请求收养光俊明将他带到日本。 家地阵龙的这个请求很快得到了同意, 之后他办理了领养手续, 便成功以养父的身份把光俊明带去了日本。 可怜命运坎坷的光俊明, 哪怕抗战胜利了, 也没能回到家乡, 回到母亲身旁, 而是无奈跟着第二个养父去了日本, 从此在日本开始了他的第二段人生。 家地阵龙和光俊明的第一个养父郭忠卫一样, 都对光俊明很好。 光俊明抵达日本之后, 家地阵龙不仅自己将这个孩子视如己出, 他一家人都十分关爱光俊明。 家地阵龙供他上学, 给他提供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而光俊明也很争气, 他刻苦学习, 成绩一直很优异。 1955年, 光俊明考入了雄本商科大学, 成为了一个高材生。 学业有成之后, 光俊明便接着打拼事业。 毕业之后, 光俊明进入一家贸易公司, 凭借着自身出色的才能, 很快就坐到了高管的位置。 光俊明的心中一直都有一个愿望, 那就是回到中国, 回到家乡, 寻找自己的生母和小妹, 而光俊明深知, 他想要实现这个愿望, 就必须做出成就。 这也是光俊明拼搏的最大动力。 随着光俊明成为公司高管之后, 他的事业也算是小有成就了。 可这个时候, 光俊明还无法回国, 因为当时的大环境不允许, 之后, 光俊明认识了一个非常美丽的日本女性, 贩子。 贩子不仅容貌动人, 他的气质还十分温婉, 很快就走进了光俊明心里。 光俊明迎娶了这个心爱的日本姑娘, 两人走进了幸福的家庭, 时间不住流逝, 转眼多年过去。 光俊明夫妻已生下了三个孩子, 日子过得十分美满, 在事业上, 光俊明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1986年, 光俊明创立了自己的进出口公司, 他很有经商头脑, 很快就成为了一个千万富豪。 光俊明凭借自己的努力, 成为了一个知名的企业家, 并在日本打下了一片天地。 人们很难相信, 取得如此成就的光俊明, 竟然是流落异乡, 曾经当过战俘的苦命的中国小孩。 可无论在日本取得怎样的成就, 光俊明始终都没有真正地开心过。 夜里, 他时常会做一个梦, 梦中是灰蒙蒙的大雨天, 一对没有撑伞的母子, 面对面站在雨中。 梦中的光俊明看不清母亲的样子, 只能感受到一种浓烈的伤感的情绪。 这是一个母亲对孩子的不舍, 也是一个孩子对母亲的思念。 光俊明从来没有抱怨过母亲的抛弃, 因为他知道, 想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活下去, 分别是唯一的选择。 而无论手握多少财富, 哪怕头发已经花白, 光俊明始终无法抑制, 心中对母亲, 对小妹, 对家乡, 对中国的思念。 他从来没有忘记, 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一直渴望能够回到中国。 光俊明经常教育自己的孩子道, 我们是龙的传人, 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我们的身体里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液, 可什么时候才能回到祖国呢? 光俊明望眼欲穿, 头发都已花白, 却迟迟等不到回国的机会。 光俊明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流落异乡的旅人, 这和生活条件无关, 是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感觉。 转眼四十年过去, 光俊明终于等到了回国的机会。 中日邦交正常话之后, 光俊明立刻向中国驻日机构提出申请, 希望可以回到祖国, 回到山西, 寻找自己的亲人。 1986年10月, 光俊明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阔别数十年, 光俊明再次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只是离开的时候, 光俊明还是一个孩子, 而等到再回来时, 他已双柄花白了。 回到家乡山西之后, 光俊明的寻亲之路并不顺利, 当地政府积极帮助光俊明排查, 可始终找不到他的母亲和小妹, 母亲还在人世吗? 光俊明不敢想这个问题, 1943年和母亲分别时, 家中已无存粮, 一个女人怎样才能在艰难的乱世, 独自生活下去呢? 更何况,光俊明的家乡曾遭受过日军惨无人道的侵略和蹂躏, 无数中国人家破人亡, 失去了至亲至爱, 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而光俊明这次回来, 距离1943年和母亲分别, 已过去了40多年。 光俊明很难找到自己的母亲, 尽管他为此感到无比难过, 但也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母亲找不到小妹能否找到呢? 光俊明对此抱有很大的期待, 但他根本不知道小妹被送给了哪户人家, 也不知道小妹后来叫什么名字, 在茫茫人海中找一个不知名字, 不知模样的人无异于海底捞针。 不过光俊明没有打算放弃, 他曾坚定地表示, 在生命走到尽头之前, 他会一直寻找下去。 一些人会因光俊明的事迹受到鼓舞, 一些人会被光俊明的事迹感动, 而还有一些人则觉得光俊明是可耻的。 因为光俊明加入了日本国籍, 日军曾给中国带来的伤害, 至今仍历历在目, 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 因此很多人都无法接受一个中国人加入日本国籍。 但纵观光俊明的一生, 我们可以发现他根本没有选择, 一个八岁就被送到部队的孩子, 他凭什么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呢? 光俊明能够活下去就已经足够艰难了, 而且光俊明跟那些可耻的汉奸不一样, 他虽然加入了日本国籍, 但在他的心中,自己始终都是一个中国人。 回到山西老家之后, 光俊明在寻不到亲人的失落之余, 决心为家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他在家乡投资了大量的教育机构, 医疗机构, 希望能用这种方式报答自己的祖国。 光俊明不止一次地说过, 我的根在中国, 我是龙的传人, 我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对自己的后代, 光俊明也是这么教育的。 他的一生是无奈的一生, 加入日军部队, 在日本学习工作, 都不是光俊明主动的选择, 但同时, 他的一生也是光亮的一生, 因为在那个动乱的年代, 很少有人能像光俊明一样, 可以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 在异国他乡做出一番成就。 而光俊明身上的最可贵之处是, 他无论身处什么环境, 取得什么成就, 都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 所以, 国籍有时候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全部, 只要光俊明有一颗鲜红的跳动的中国心, 那么他永远都是中国人。 同时, 光俊明的经历也反映出了 日本侵略者的惨无人道, 和日军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伤害。 如果不是日军侵占我中华领土, 危害我中华百姓, 光俊明不会在八岁的时候, 就被迫和母亲分别加入国民党部队, 更不会被日军俘虏, 在异乡漂泊四十年。 虽然光俊明做出了陈旧, 在晚年回到了祖国, 为家乡做了些贡献, 但在那个黑暗的年代, 有几个人能有这样的好运, 死在日军手中的无辜百姓不计其数, 这是国耻, 这是国殇, 无辈永不能忘, 无辈应当永远铭记, 奋发自强, 以保卫中国永不再遭受曾经的屈辱, 以避免中国再发生母子分离, 永不能再见的人间惨剧。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 在了解过光俊明的事迹之后, 心中有没有什么感触呢? 欢迎大家来到评论区进行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们, 不要忘了关注转发, 我们下期精彩内容再见。